娱乐周到无需客套 萧芳芳的第二任丈夫张政府辞世享年84岁 据张政府里有人透露 张政府与8月11号凌晨4点多在睡梦中去世的 有媒体询问了前亚市高级副总裁叶家宝 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在有人的社交账号上得知张政府去世的消息 详细情况还不太清楚 随后萧芳芳通过媒体发出新闻稿 证实了丈夫离世的消息 并沉痛地表示丈夫是他生命中的定海神针 突然去世令他感觉顿失之助悲痛万分 张政府在香港新闻界享有极高的声誉 被许多人尊称为张公 他曾创立香港电视新闻制度 开创华语新闻直播报道的形式 还引入卫星技术 令香港可以接收世界各地的新闻 以此融入全球媒体 可以说张政府对香港电视新闻的贡献 非同一般 此外张政府还在TVB 立的应生担任过摄影师 记者 编辑 监制等多个不同部门要职 同时他还是亚市前CEO 1972年高学历的张政府 开始在香港进会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教授相关知识 如今他的首批学生 在香港多个电视机构 担任高层主管 其中包括赵应春 官伟等 当然最让大家所好奇的还是他跟影后肖芳芳的这段情 虽然肖芳芳已经退出了娱乐圈 但在娱乐圈中很少有人能达到肖芳芳的成就 2009年肖芳芳在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上获得终身成就奖 这也意味着在电影行业 肖芳芳的成就早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说起来肖芳芳的身世并不像她同年代的女星那样 出身卑微 被迫入行 皆因她成长于中产家庭 父亲还是一位留学德国研究化工的专家学者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肖芳芳肯定不会走演艺道路 而是成长为人间四月天临婚姻式的才女 只可惜在肖芳芳两岁的时候 一家人刚刚在香港定居 就遭遇了父亲逝世的噩耗 家庭里一下子没有了主心骨 直接导致肖芳芳六岁的时候 就开始当童星来帮补家绩 不过中产家庭出身的肖芳芳 无论经济多么匮乏 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也是相当之富裕的 这表现在年轻时如花似玉的她 并没有像同龄的女星那样 被恋爱脑困扰成为渣男收割机 导致红颜薄命收场 而是对婚姻爱情 颇有自己一套底线与法则 在遇见张政府之前 肖芳芳也曾有过几段失败的感情经历 这其中最受网友们所关注的 是肖芳芳和谢霆锋父亲 谢贤三年的感情 如果当初他们没有分手 现在肖芳芳也早就成为谢霆锋的后妈了 当时22岁的肖芳芳和33岁的谢贤 因为电影经历而结缘 在交往一年多之后 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建议四哥就是一枚彻头彻尾的花花公子 自诩风流而不下流 游走在百花丛中 相比起四哥喜爱吃喝玩乐 肖芳芳却渴望出国读书 还希望四哥陪同 然而四哥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我连玩耍的时间都不够 你要我去学英文干啥 正是冲着四哥这一句 方方姐很干脆地会会见斩情思 而这段方方谢贤的爱情 也曾经被拍成难兄难弟 其中最经典的是由玄玄饰演方方姐 吴振宇饰演谢贤 多年之后回看难兄难弟电视剧 四姐却对方方姐不能忘怀 她是一个好女生 和她分手后觉得好险 好险我没有拖累她 我做了一件好伟大的事情 但是她又是第一个和我提分手的女友 人世界的爱情就是这样 得不到一难忘 屋里看花花更美 只是相比起和四哥那段恋情 留下了美好回忆 方方姐与秦祥林的婚姻 则是一场噩梦一场灾 没错 在和四哥分手之后 方方姐就跑到美国深造 一边深造一边也谈恋爱 其中还订了两次婚 都以失败告终 对那些年的失败订婚 方方姐觉得那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结束了爱情清醒了生命 然而此情可带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枉然 方方姐真的清醒吗 非也非也 事实上再理性的女人 在爱情上都有不撞南墙 心不死的倔强 而这堵南墙就是婚姻 这部结束深造之旅后 回流香港的方方姐 在电影广岛念巴中 和秦祥林相识相恋 两人还在1975年结婚 由于婚后 秦祥林不甘寂寞 朝三暮四 还与林青霞 邓丽君 屡次传出花边新闻 所以两人的婚姻并不幸福 经常擦枪走火 只是相比起丈夫爱沾花惹草 更令方方姐难受的是 秦祥林还是个赌徒 经常赌博赌到三更半夜才回家 事故一次 方方姐繁琐的家门 不让老公进家 气得秦祥林跑去找警察调和 想不到警察一到 方方姐一开门 秦祥林就当着所有人的面 一巴掌招呼到方方姐脸上 都说家暴和出轨 都是只有一次和恩赐之分 在被当众家暴之后 方方姐决定在1978年和秦祥林离婚 而离婚之后的方方姐心已死 再加上她患有先天心耳疾 一出声就一只耳朵听不到声音 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 方方姐都走不出情绪阴霾 一直到遇到第二任丈夫张正甫 才谱写出羡煞旁人的神仙爱情 没错 方方姐爱学习 对演艺人生也有着一步一脚印 有着追求更高一层楼的执着 张公也是 她钻研学术的努力劲 在电视界远近闻名 随俩人一起之后 生了两个女儿 互相促进共同成长 还成立了防幼童性侵的护苗基金 所以近年来的方方姐 甚少现身目前 大家只能在某些慈善活动上 见到她和张公这对抗力的身影 2020年 夫妻俩还一同庆祝结婚40周年 彼时张政府虽然沧桑了不少 但精神状态看起来相当不错 如今她突然被报离世 确实令人沉痛万分 据了解 张政府在今年5月被确诊患上一线癌 曾两次入院 接受通管胆无创手术 三天前 她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 去世时 她的妻子萧芳芳 还有女儿女婿孙子 全都陪伴在她的身旁 因此走得十分安详 至于她的后世会低调的举行 不过目前大家更为担心的是 萧芳芳的状态 疼爱自己半辈子的丈夫突然离世 这对萧芳芳来说 无疑是最沉重的打击 况且萧芳芳的身体状况 一直不是很好 萧芳芳从小就是残疾人 刚刚两岁 她的右耳就已经聋了 一直靠左耳听声音 但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 就会打开一扇窗 身体的缺憾却没有耽误萧芳芳的走红之路 年仅六岁 她就幸运地得到了和李小龙合作演出电影 《小星泪》的机会 巨星助力 她意外地一下子就红了 随后她又连续拍摄了 《梅姑》 《苦儿流浪记》 《少女星》 《紫色风雨夜》 《女朋友》等叫好又叫做的影片 其中由她和林青霞连妹出演的电影《女朋友》 更让她一举斩获75年金马女配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萧芳芳的身体却每框愈下 健康亮起了警钟 42岁时 她发觉自己的左耳听力越来越差 就一后才知道 原来她的左耳的神经逐渐坏死 耳鸣严重 她不得不接受的一个事实是 自己不久后将彻底变成一个笼子 身体的不适严重影响了萧芳芳的演艺事业 在方世玉女人40之后 1997年拍摄的电影《麻雀飞龙》 成了萧芳芳的荧幕绝唱 感人的一幕发生在2009年 这一年4月 萧芳芳被授予香港电影《终身成就奖》 在颁奖仪式上 考虑到她听不到声音 现场观众用荧光棒代替鼓掌向她传达祝福 暖心的一幕让萧芳芳泪洒当场 但服务双智或不担心 也是在这一年耳机也影响到了眼睛 她的视力开始模糊 不得不在女儿的陪同下紧急就医 接连的打击让萧芳芳一度消沉 心灰意冷的她 甚至和女儿约定了到自己又聋又瞎时 从容赴死的首饰暗号 好在在心理医生的指导下 她重新振作乐观面对生活 但是意外还是再次降临 今年9月 她的右眼做了白内障手术 本来这就是一个很平常的小手术 但不幸的是 萧芳芳遇到的是一个佣医 术后她的眼睛又胀又痛 视力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越来越糟糕 好在在朋友的帮助下 萧芳芳目前已找到一位名医就诊 加之老公张政府悉心照料 使她能以轻松心情面对即将到来的二次手术 不过具体结果如何 是否真的不幸 如她自己所说又聋又瞎 到现在仍是未知数 就让我们为这位李连杰最美老妈 送上我们最诚挚的祝福吧 如今向荣已末40多年的老公又不幸去世 希望萧芳芳能够早日走出伤痛 不要继续沉浸悲伤 但好在萧芳芳并不是孤身一人 她的身边还有两个女儿 还有心灵寄托 不至于从此一蹶不振 只是不知道 如今张政府离世之后 萧芳芳会不会选择重回娱乐圈 重新为电影事业奋战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张政府一定不希望 萧芳芳为了自己难过 一蹶不振 毕竟活着的人好好活着 才是离开的人最希望看到的事 不论如何 祝愿张政府一路走好 同时也希望萧芳芳一家 能够节哀顺变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